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八卦与此项 娱乐圈有这么一位女艺人 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关于自己 生下一名宝宝的动态 按照正常的剧情发展 肯定是无数网友在评论区刷祝福 但她不一样状态底下骂声一片 除了攻击她之外 她老公也难逃一劫 这对夫妻就是周丽琪跟赴陈鹏 说我挤眼泪我宁愿挤松 这句话是周丽琪的迷言之一 她所讲的话经常被媒体大肆炒作 对此周丽琪只是欣然一笑 但是周丽琪也有胆脸的时候 她曾经扬言自己绝对不会破坏别人的家庭 可是那个娶她的人却偏偏因为她 放弃了一段22年相濡以沫的婚姻 在清皇不接的香港娱乐圈里 周丽琪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 她出道是因为出众的外貌和高挑的身材 而引起了关注 后来她开始演戏 还和陈豪搭档过秀菜玉招兵 因为这部剧让周丽琪的名气更大 该剧的收视率也不错 2005年周丽琪凭借出众的演技 南下了飞跃进步女议员 而此时的周丽琪还没有签约TVB 可见她确实是在用实力取胜 那个时候TVB所力捧的女星 有廖碧儿和杨仪等人 当时她们也是拿奖的热门人选 可是谁知道却半路杀出了个周丽琪 当时周丽琪拿下飞跃进步女议员奖项 让廖碧儿很气愤 廖碧儿还当着媒体的面说周丽琪没有资格拿奖 后来周丽琪得知这种说法以后 只是淡淡地回应自己 只会看称赞 不会看负面评价 7月28日 女星周丽琪在个人社交平台首次曝光运照 身穿黑色 紧身高领 针织裙的她 右手撑腰 左手抚摸龙起的腹部 尽显曲线 韵味十足 照片中周丽琪除了龙起的肚子外 没有一丝多余的坠肉 不少网友留言称赞 她保养得当 孕妻身材依旧保持完美 但也有网友表示周丽琪的上围看起来是假的 调侃她是装松做事 更质疑她的肚子也是假的 据港媒报道 周丽琪于5月18日抛妇生下了儿子 且长相沈四爸爸赴陈鹏 但夫妻两十分保护儿子 一直未曝光儿子照片 7月6日蔡卓妍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 和周丽琪郑秀文聚会照片 郑秀文和蔡卓妍轮流怀抱周丽琪儿子 闺蜜合体心情十分愉悦 照片中周丽琪身穿黑色居家服 一脸素颜 似乎连发型也没有整理 除了黑眼圈比较明显外 面部不见浮肿 精神状态也不错 可见产后恢复不错 如今近身人目的周丽琪 其实情路十分坎坷 历届绯闻男友 都是知名人士 包括陈冠希 郑佳颖 徐正希等 他和小五岁男友徐正希的感情 之前颇受关注 港媒还曾拍到徐正希在买楼 似乎和周丽琪已经到了 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这段感情还是无解而终 2014年周丽琪与傅成鹏 相识于卧底剧组 随后两人传出绯闻 两年后傅成鹏便与结婚 20年的发妻陈素离婚 昔日恩爱夫妻走到镜头 也令其好好先生 人设崩塌 2018年12月 周丽琪宣布与傅成鹏完婚 更加被外界质疑是小三上尉 饱受谩骂 今年1月 周丽琪通过社交平台 宣布自己怀孕 收获部分祝福的同时 也招致不少骂声 不少网友认定她是破坏了 傅成鹏和陈素的家庭 直指她是小三上尉 然而周丽琪出席活动时 接受媒体采访 她公开否认自己是第三者 称和老公傅成鹏 从恋爱到结婚 不超过一年的时间 她也表示 网络上的这一生 会令自己不开心 但也不能逐一解释 身为艺人就已经做好了 面对不同声音的准备 结婚一年多 夫妻两云来了爱情的结晶 周丽琪也在社交平台官方 分享出为人目的体会 胡馨儿还留言恭喜 不少网友也送上了祝福 其实周丽琪一向喜爱小孩 存坦言想生一儿一女 还笑称最好可以一次生良 这样也有助于身材恢复 她在采访时还透露 自己特别疼爱侄女 甚至还让侄女叫自己妈妈 生下了儿子后 周丽琪不仅公开表示 自己有无从无尽的力量保护她 日前她还晒出了儿子的衣服 一套衣服价值就超出2000多元 似乎做好了护养儿子的准备 周丽琪出道今20年 一路从主角演到了配角 事业上的确令人惋惜 虽然历届感情都不被看好 连结婚也饱受争议 但如今老公宠爱 还顺利生下了儿子 不时和好姐妹聚会 生活过的也十分惬意 周丽琪因为长相甜媚 身材高挑因此在长大后 成为了一名模特 后来就受到了马尾豪的提拔 从而转型进入娱乐圈发展 2022年刚入行的周丽琪 便凭借玉女天丁 荣获香港金像奖 最佳新人奖提名 有这样的开局 周丽琪前途一片大好 随后在2005年 又凭借秀才一勺兵 力压杨仪唐宁等 一众实力小花旦 拿下年度飞跃进步女议员 周丽琪在之后又相继拍摄了一些作品 比如天幕下的艺人 台湾天王 女警爱作战等等 一直到如今周丽琪 基本每年保持一部作品 虽然数量比其他女艺人少了很多 但观众总能记住 这位长相甜媚的周丽琪 周丽琪的事业也基本如此 没什么大成就 当然也没什么低谷 在此就不多浪费笔墨 下面着重讲一下 她的混乱感情史 周丽琪刚出道 在拍摄《欲你天丁》期间 就已经跟陈冠希传出绯闻 而且两人还在片场有亲密行为 剧组人员早已见怪不怪 绯闻被证实后 两人更是毫不避讳的一起游玩 彼此感情迅速升温 据坊间传闻 周丽琪曾为陈冠希堕胎两次 可惜最后还是没能留住陈冠希 后来周丽琪就很快搭上了郑佳颖 一开始两人保持低调 而且郑佳颖在媒体面前 始终不承认这段恋情 直到有次不小心说漏嘴 但随后化新的郑佳颖 很快就恋上了施施曼 港媒更是拍到了很多实锤照片 虽然施施曼最后被郑佳颖给踢下车 但在此期间 周丽琪无奈的只能被迫下车 有人说是郑佳颖太花心 所以辜负了周丽琪 但其实双方都是同一类人 在跟郑佳颖分手后 周丽琪很快就被传出 搭上了沙场太子Eric的大船 一心想驾入豪门的周丽琪 自然很努力 所以曾多次逼婚Eric 最后除了被男方父母嫌弃之外 连太子爷都落荒而逃 不过在此期间 周丽琪还传出跟一名神秘官二代的绯闻 两人还一同出国散心 期间神秘官二代为了表达心意 更是大方的送了一份价值百万的礼品 可惜没过多久 官二代家道中落 周丽琪立刻急流涌退 转而继续跟沙场太子Eric纠缠 企图复合 而且不仅是Eric 港媒还传出周丽琪跟郑佳颖 也在仕途复合的消息 在众人以为周丽琪感情极为复杂的时候 他却斩断了所有的过往 转而搭上了内地艺人徐正希 原来周丽琪在内地拍摄《大汉贤后为子夫》时 就跟同剧组艺人徐正希英系深情 很多常年关注娱乐资讯的朋友 都不一定知道有徐正希这位演员 而周丽琪却将一颗真心压在了他身上 有点难以理解 原来徐正希是个不折不扣的超级富二代 虽然人很低调 但家中的五金生意却越做越大 身家保守估计在几个亿之上 而徐正希自然也非常喜欢周丽琪 甚至曾一度跟好友说 要立即迎娶周丽琪 就在众人都觉得 这次周丽琪肯定能嫁入豪门的时候 他来了个令人大跌眼见的操作 那就是甩了徐正希 转而投入了傅成鹏的怀抱 在讨论两人前 非常有必要说一说傅成鹏 跟他老婆陈素的事不是很长 傅成鹏跟陈素在1996年就相识 两人很快便坠入爱河 期间陈素不停脱关系找资源 就为了能扶起傅成鹏 甚至陈素在巅峰时期 为了照顾家庭 决定办退影 后来更是以夫妻捆绑模式 带着傅成鹏拍了多部叠战 军旅体材电视剧 比如与狼共舞 我是特种兵之火凤凰等等 之后傅成鹏终于能靠自己接资源了 所以就有了卧底这事 2004年在拍摄卧底期间 傅成鹏跟周丽琪很快就互生好感 此时周丽琪一边继续跟徐正希保持关系 另一边又跟傅成鹏私交甚密 而已婚的傅成鹏 完全不顾家中的妻子 脸上仰逸着幸福的笑容 这是陈素也知道 但即便留得住人也留不住傅成鹏的魂 所以他并没有委屈求全 在2016年退役后的2017年 两人便已离婚收场 而截至真正离婚的那天 陈素起码在傅成鹏背后默默付出了20年 但很可惜要走的始终留不住 傅成鹏最终在2018年跟周丽琪步入婚姻殿堂 为了有一个新的开始 周丽琪跟傅成鹏来了个组团改名的操作 也就是如今的周丽琪跟傅鸿鸣 好了今天的八卦与子江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拜拜 明天见